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有到了每月用什麼的時間了 上個月過了是因為很多東西比較家居 我怕大家沒興趣就打算組合6月、7月一起講比較豐富 如果你想知道有什麼是我用完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話 就不要錯過了,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想介紹這個很久的了 Current Body的LED Eye Prefactor 用了兩個月是對眼周皮膚改善非常有感的 這個是懶人專用的,什麼都不用擦 你就這樣放在眼睛上,然後按鍵 它就會亮燈,這樣躺平3分鐘,它會自己關掉 就算它有本身的眼膜,你可以敷完再用這個照 但我覺得用了和沒有用,不是100分和20分的分別 我覺得就感照已經非常足夠了 它最大的一個令我驚喜的地方就是我不見了三條眼紋 它是會有4個LED的波長,可以針對眼部的問題 例如黑眼圈,眼袋,然後彈性 其實黑眼圈我覺得它的功用在我身上不是很大 但眼袋是平了一點的 然後眼紋,光紋,彈性是非常之有改善的 我亦都有它們的LED面膜 但對於眼周我覺得沒有它那麼有感 它對於面部皮膚的一些細紋 有一個彈性和保濕度是會有不同的彈性 但對於眼周是非常之快的,你會看到效果 它裡面就是這樣一粒一粒的LED 這些閉上眼,除了好光之外是沒有感覺的 不會痛,不會熱的 聽上去我是很勤勵,一個星期至六晚 但是呢,就是睡覺的時候放在這裡 然後開燈就完成了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自己懶好還是勤勵好了 另外,關於眼部保養,我終於試了MTM的眼膜 這個眼膜,我明白為什麼它們要這麼貴 剛才我就說這個LED面膜對於黑眼圈的幫助不算很大 但是呢,這個眼膜真的可以減淡黑眼圈的 它是這樣一套的 有一個30ml的眼部精華 它可以根據你需要,你的狀況去改善不同的問題 加不同的原液進去 它的眼膜是乾的,是膠原蛋白纖維 按下去有一點軟軟的 然後上面就是針對色素 下面就是針對彈性、眼紋 我的用法是先塗了三噸的精華 然後眼膜放在上面 按一按它,令它可以吸收那些精華 再塗三噸的精華在上面 令眼膜由乾變成一個濕的 然後就敷大約10分鐘左右 不要想多久 總之那個面膜差不多你開始覺得它是白成乾 就用棉花棒慢慢地捲走它 你不要太大力地撕,怕眼紋會出來 所以捲一下捲一下就完成了 這款HIGHLESS眼膜真的可以改善黑眼圈 我用完它是連續敷它三至四天 明顯黑眼圈減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不敷,它會回來的 所以這一套的眼膜我都覺得是急救藥的 然後想分享鎖孔的粉絲 最近我很喜歡用化妝掃 但是在云云的化妝掃之間 我還是很喜歡它 就知道它是很好用 因為它超級軟熟 之前我有分享過我買了它們舊版的 是白色的 已經是很正的了 但是這個更加厲害 它是可以雙面這樣用 是可以用完這一邊 不要洗著 用完這一邊一次過再洗 是很環保的一件事 而且它濕了水不會發到很大 但是它的上粉也是上得很好 它是可以用了粉底掃 它掃開了粉底 然後再用它拍一拍 是超級貼薄的 你會看到完全沒有氣孔的 不是海綿那種 我不會去說 它是梳婦里的質地 如果大家是在尋找粉絲 不易之選 它是在香港TVmall我可以買 或者我是朋友 幫我在台灣帶它過來的 但是很矛盾 我最近喜歡用的底妝 是不需要用工具的 這個是Hourglass最新出的Skin Tin 我用的色號是5號色 它擠出來有一點點白在我的手上 但是在我的臉是沒事的 是不是很厲害 它可以這樣搓呢 好像一個Skin Care 完全搓勻了 融入了皮膚 就算它比我的手白 你這樣推開它 你不會看到一個很大的一個綠叉 它對於我臉是剛剛好的 然後是很舒服的 它不會說乾爽 但是不黏的 是有一個保濕感 我是很喜歡的 它有一點點遮瑕力 不是可以遮瑕疵的 但是它足夠讓你的皮膚膚膚均勻 很適合做運動 現在這麼熱 或者是你去海邊拍照 去旋屁 你不想它有很厲害的粉感 用這個是絕對非常之好的 不會有些香味的 這個我最近超喜歡 因為你就這樣搓呢 已經上完 它不是水狀的 但是也不會很稠 很挺的 一推開 你會看到已經融入了下去的感覺 就算現在是兩層 你也不會覺得 它的粉感 或者是有一個粉底的存在 是好像一個有顏色的霜霜 我們試試看 它是完全不會黏著紙巾的 所以我是夏天 現在這麼熱的日子 特別喜歡用它 化妝Skin Care 分享完下一個 是救了我和金山的 就是這一盒 它是一個可以驅趕蟑螂的一個盒子 因為是上個月有魯魚 很焗 這裡村屋附近有很多很多蟑螂 這個應該是來自Dino Q 它是日本製造 是做到一個很天然的方法 去驅趕蟑螂 防止它們停留 繁殖 它是不會殺蟑螂的 放了這個之後 它就沒有再有任何蟑螂進來 所以都很開心 而另外它還有一款 你撕開了 有兩個孔 然後會比較扁 你可以放在一些 譬如衣櫃 或者是一些很扁的櫃底 因為始終這個是一個盒 不是每個地方都放到 但是有些是下面剩下一點的 就可以放這個進去 都是可以做到驅趕蟑螂 防止蟑螂停留 反織的 還有這個牌子 可以有小朋友 有寵物的家庭 都可以用的 我沒有了一個盒子 就是一個層滿的 又是好像一個濕紙巾一樣 我放在床裡 我發現皮膚敏感的情況 好很多很多 沒有那麼容易痕癢 它其實是有味的 但是放在床單下面 我睡覺是聞不到的 不會說很嚴重 偶然會不會聞到呢 不會很覺眼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這個我是放在我的枕頭下面 就是床單的位置 還有就是腳尾床單下面 我也是放了各自一包的 金山我也有放的 但是因為它本身 皮膚沒有敏感的問題 它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是我呢 平時可能有時候很癢 然後去到現在呢 是晚上可以完全睡覺 沒有覺得癢 我覺得放完它之後 是有這個改善 都不錯的 對啦 它是在這個 Feecam 那個網購買的 對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另一個是關於家品的 就是這個水壺 上個月我就是因為它 覺得大家應該沒有興趣 但是我買得很開心 因為它是來自現在家司的 原價是149 我就覺得有點貴 然後等一下等一下 它竟然減價到49 便宜了100元 沒理由不買 然後很開心很想告訴大家 但是我想看影片的朋友 未必會對於一個花的淋水 我也有興趣 但是說開又差再說這個呢 它是一個噴水的 是12元電買的 它們是不同作用的 這個呢 就是淋水 它的好的地方是它很幼 我可以呢 是鑽洞鑽的這樣淋 很均勻地淋整個盆栽 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很想分享 平時那些可能用水杯 你那個位置不夠精準 這個呢 可以在這裡乾我就淋下去 然後圍著一個圈這樣淋 但是呢 平時呢 我都會去噴一噴植物 Sorry 對了 忘記了鏡頭在前面 太興起了 令到那些盆栽的植物 它們可以保持一個濕潤 那這個和它呢 兩個都是覺得 如果你喜歡在家裡種植物 都是需要擁有的一些小工具 我最近很享受暮龍的生活 天台呢 我買了檸檬樹 然後呢 我又買了一些是竹蚊的植物 然後呢 我有個開背葉 它現在很漂亮 生到很大棵 然後隆隆種種呢 每個禮拜 我都在購買一些小植物回家裡種 對了 今生是想殺了我的 但是呢 家裡綠色蠻好啊 我覺得 Anyway 今天就不如跟大家分享這裡 其實我還想分享其他東西 但是我怕剪不切 Anyway 我們遲些再說吧 初拍都開門催我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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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국下節 你們下支影片